海外国人因为疫情回不了国 已经到了两年除击期限 近20万人因此被除击 不少台商担忧 在台健保 投票权等等权益受损 直言像是被国家抛弃了 而你被除击了吗 这句话更成了台商之间的流行用语 对此内政部日前说会研议 是否放宽两年除击期限至四年 不过内政部长徐国勇今天再度被问及 他依旧是强调除非修法 否则内政部没有全责来直接放宽 疫情让海外国人两年都回不来 已经到了法律规定除击期限 被登出台湾的将近20万人 纷纷跳出来抱怨 不只转机长途搬机染疫风险高 回台光隔离就要半个月 健保每个月都在付 现在被迫暂停 连投票权都遭到剥夺 更丧失各国签证优惠 直言被遗弃感很深 海外台商只能互相取暖 你被除击了吗 成为彼此间流行用语 健保没有影响 两年被除击之后 剩下两年 他不用交钱 四年之内回来立刻付保 投票问题会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一定要有户籍内政部沟通 但他说户籍法修法会有很大的困难度 这是内政部的事情嘛 对不对 那我们只能尽量把侨报的意见表达 还会抬上新审判 政府听见两年除击期限 有望放宽吗 居住是一个事实行为 不是一个法律行为 这一部分的修改 除非是修法 不然我们行政机关 没有裁量的余地 两周前被问及也是这个答案 二度强调除了修法别无他法 那台商权益损失真的无解吗 立委认为不是完全没解方 毕竟连行政院长苏贞昌 都曾做出承诺 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回来 不可规则的话 我请主管部位研究看看 不动用到修法 那怎么再利用我们疫情 做一些特别处理 内政部可能一谈到修法 就会有本位主义 可是这不一定要修法 盼各种方式多管旗下保障 还为国人在台权益 不受侵害 最后新闻黄晨博台北报道